會有指定的規矩要守 例如每晚我們會交電話和交電腦之類 另外香港 我看到我的朋友現在出街和老師喝茶 有去玩的會唱K 然後這裡是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來到之後發現 原來學校有很多活動安排給很多不同的學生 之前也參加過空軍 我體驗過飛這個經驗 之前我打算是比較好一點的 吃得下口的 真的很差的 不過現在現實就是 我不是很吃薯仔那類的東西 不過現在 我記得一個星期內 就是有兩天只吃薯仔 我小時候在香港也聯想到 外國的食物應該都是牛扒 很高級餐廳的感覺 但是來到 完全不是那回事 第二個回到來 我是帶了一箱杯麵 我以為是比較自由 但是其實每個星期都有強制活動 還有會有指定的規矩要守 例如每晚我們會交電話和交電腦之類 我在家裡兩個月左右 才會有一次財丹 屁坡那些東西 我不會那麼活動 這裡是每個星期換一次 認真每個星期換一次 我開始在來英國之前 我會覺得來到英國可能會很悶 因為始終都比較郊區偏遠的地方 但是其實來到之後 發現原來學校有很多活動 安排給很多不同的學生 之前也參加過空軍 我也體驗過飛這個經驗 在這個學校那裡 我很開心在這裡讀書 在英國的私生的關係 在香港 我看見我的朋友 現在外出跟老師喝茶 有去玩的 他們會唱卡 然後這裡做不到的事情 我之前有一個經驗 就是關聯繫到我和TUTA 他不小心 我們出去和TUTA旅行 然後不小心拍到他 我看到他的樣子 就錄得到他的百聲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發音得到 然後他們就帶了我去 那些主席的辦公室 他們跟我說 你不可以這樣的 如果老師之後 那些公司發現到他 他也很被影響 不可以這樣請你刪除 請你以後也不要再這樣 鋪老師照片 鋪老師片 鋪他的聲音 什麼都不行 因為本身是 在香港和老師的關係 都超級好的時候 我以為過到來都會是 但是因為 我記得他們好像有個法律 是說老師 不可以和學生走得那麼近 所以就變相沒有那麼近 因為真的上完課 就落課 整個關係完結 好像和香港小學 那樣 就是和老師 是有段距離 老師是老師 我們不可以和他做朋友 但是來到 不是 他們是可以和你搭著肩膀聊天 那些 我現在好像 我現在的成績開始 有些下滑 他們是 整班老師一起 聊 怎樣去做一個 program 給我去幫我補習 我來之前很害怕 其實 因為我知道 Housemaster Housemistress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整個房子裡 但是我很幸運地 我那個Housemistress 是很好的 今年的那個 我以為Housemaster 這個名字 應該會比較嚴厲 而且很喜歡管著你 但是 因為我是住女宿舍 而我女宿舍的Housemistress 她是很友善 是一個很信任的關係 我經常常有問題 或者不開心 有時想分享 無論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都會想和她聊 之前我會想過 是真的 不會再聯繫 然後 因為我 跟她們的關係 都是 有些問題 來這裡之前 來到這裡之後 反而是 跟她們聯繫了更加多 剛剛來英國的時候 很想念家裡的比較 打回家裡的次數比較多 因為 始終 第一次也不習慣 但是其實 後期 跟地區玩熟了之後 這個 掛著家裡的感覺 就開始慢慢沒有了 我以為自己 不會特別掛著她們 但是來到英國之後 超級掛著她們 經常 有空就打電話給她們 給朋友 給任何人 長期都會 有空看照片 去掛著她們 還有很多關於海外聲學問題 教育王國已經推出了海外聲學專家 查博 只要用手機或電腦去教育王國 就可以一按問專家問題 解決海外聲學圓難 讀英國寄宿學會被欺負 其實英國寄宿學校對照顧海外學生 已經很有經驗 亦都每年很多監管機構 進入寄宿學校去做 你要知道的就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認清自己的性格 學一下怎樣跟別人相處 可能她不跟你玩 只不過是文化差異 如果你可以放下你的鳳爪 或者請你的同學 吃下你的紫菜 人家吃鬆餅的時候 你去嘗試一下 可能認識朋友就是這麼簡單 好 好